各縣市提供的抓斗機 吊車等大型機具 相繼前往台東資源協助 介紹台東教育處調配 台南市政府公務局協助學校環境救災復原工作 台南市政府資源的人力 統一交給我們教育處來調度 主要是支援學校的清理還有救災 市區還有包括太馬里 這幾個重點地區的學校 去校園裡面協助做鐵皮 還有廢棄物 還有倒塌樹木的清理 有關於學校附近的一個 在後的附件的工作 那我們也會把學校處理完畢以後 再看現在我這邊有沒有什麼 希望我們再協助的事項 所以說目前我們並沒有預計 有什麼事要撤離 受到尼伯特颱風肆虐 台東市前館周遭慘不忍睹 機電設備以及警官設施損害嚴重 廣方提到存放文物 颱風前早就做好預防措施 除了部分區域積水已經清除 國軍也正派人力投入附員清理的工作 我們國軍弟兄出動了60位 現在正在幫我們做一些清理 有400多棵的樹 半島或全島 然後有30幾根的這個路燈 折斷 這次的颱風 我們館內的人員跟文物都安全無恙 國防部表示國軍從6號開始 至今累計支援兵力 一萬兩千九百六十八人次 台東縣政府統計這次風災 更是損失超過37.2億 政府透過台東不一樣臉書 粉絲專頁 希望民眾透過捐輸 或是前往災區當志工 幫助台東重建 記者 李鳳 烏水 台東市 參謀報導 Wei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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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